各位国宝啊,山贼已经被我打跑了,以后你们就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了,我也要收拾收拾东西,准备启程探险了,这是你们的最后一餐,我明天就要走了。 啊,我的房子,我的房子是谁炸的? 你这个丑呆呆,你竟然让警察抓我的老公,这就是你的下场,竟没把你炸死。 啊,你,你是谁?你为何要骂我?警察抓走你的老公,和我有什么关系?难道,你老公就是那个山贼? 都是你,如果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老公作对,他也就不会被抓走,今天我要拿着TNT和你拼了。 啊,你要干嘛,冷静一点啊,你老公那是作恶多端,就算不是我,警察也会抓的。 我不管,今天我就要让你死。 啊,不好,是陷阱。 哈哈,丑呆呆,我看你这次还往哪里跑,这一次我要让你变成烤乳猪。 你,你要对我干嘛? 当然是用岩浆把你烫死,呆呆,你就在里面等死吧,你想挖地道逃跑,根本就不可能。 啊,这个山贼的老婆,竟然如此狠毒,陷阱四周,都是鸡岩,根本就挖不穿,这,这该怎么办呀? 完了,完了,完了,今天,看来要栽到这个女人的手上了。 虽然我们目前,不会被烧死,可是,我们该怎么住去呀? 四周,都是岩浆,动一下,就会被烧死。 史蒂夫,宝宝,你们快来救我呀。 不行,我不能让检察抓走我老公,我一定要去救他。 哼,就这样轻易地烧死他,算便宜他了。